注意看,A股昨天微型反转,大盘今天能不能继续上涨呢? 4月12号,星期三,股市早播报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股邦 大盘前天出现了一个大象跳舞 大象跳舞吸走了不少的资金,你像那三桶油等等啊 那还有一部分就是实质新的注册制,新股出来了 当天平均涨幅接近于翻倍,又吸走了几百个亿的资金 同时,数字经济这种AI大幅度的主动回撤 这是前天啊,那因此导致了一个大盘的跳水 那昨天注册制这些新股,集体又出现了一个下跌 资金没有办法扎堆往里追进 而且资金又回流到其他板块 你像数据啊,AI啊,往这里面都干了不少 同时像传媒啊,有色啊,郭兹云 这都是涨幅榜的前列 值得一提的是 大盘,咱A股六天连续成交量破万亿 再加上注册制这个笼子啊,新股一出来之后 又有九支新股昨天,又有九支个股昨天处在一个跌停板 前天是25家 那过去都很久以来没有这样的现象 这证明什么,注册制全面落地了 那大盘现在又面临着一个变盘的实现窗口 我们来看,现在虽然你看着好像在高位 但是就在这个位置啊,下面这和这分别还有跳空缺口 这东西很有压力的啊 那技术上我们看一眼 通过周线图看一个大趋势 周线图,瞧,这里 在这个位置放大一点看 这里是去年的十一月初十月末 第一点2885 然后连到这儿,12月23号 这是一个上升趋势 现在大盘仍然在上升趋势 那么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但是日线级别我们看 这个位置呢,日线级别 现在上方是有压力的 大家看到没,上方有一根黄颜色的线 这根黄颜色的线,是去年七月份 这里有一个跳空缺口 那大盘现在呢,又冲到了这个跳空缺口附近 也就是上次冲到这儿,是3月7号 3月7号冲到这儿,就冲高回落了 上方的压力在3341点 这个压力是存在的 你瞧,就包括前天这个位置 也冲了个高,而且突破到3332 证明这个地方向上没有突破 上方压力是存在的 这个位置大盘还出现了一个顿化 那现在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指数之间不协调 上升指数现在还在高位 那创业板你看,深层值都是啥样 我们以创业板为例 创业板现在从高位调下来之后 已经拐头向上了 现在创业板代表着一定的 就是它权重呢 因为它不太实证 上升指数是被这些权重白马股 给绑架裹挟的向上 所以指数之间不协调是最大的 最大的一个问题 那现在假如以上证指数 如果上升指数那不在高位吗 如果向下调一调,调一调 你看,这不就跟深层值啊 创业板呢,科创板不就协调了吗 那未来如果形成同向共振 一旦出现这种上涨契机的话 那起爆点这个地方会更猛烈 综上手术,我的观点 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短线,现在大盘尤其是上升指数 面临着一个调整周期了 那么现在前一轮调整周期过后 现在就是一个调整的变盘时间窗口期 现在大盘要选择方向的时候 我们重点要看好自己手里的品种 不破五日线,持股待涨 这种好东西现在已经不多见了 千万别卖肥 一旦破了五日线,那还是要减棒的 把出来的资金 我们不参与下跌的调整 同时往那种低位有拐点的地方 低位有拐点的地方 那位说啥样算是低位有拐点呢 你瞧,这不就是低位有了拐点吗 另外,再看客创版 这不都是从低位的时候 有了拐点之后 他们才能低位有拐点 才能出现上涨吗 所以我们不参与调整 但是得跟上新热点,新题材 低位有拐点的 大家都往那盯也就行了 不参与调整 跟上新热点,新题材 别被市场边缘化 好,朋友们,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 那我发视频,你第一时间就能收看到了 以上是个人的分享 没有知道别人的意思 说说国外的消息方面 首先,鹅说了 说石油的收入呢 要在二季冬的结束前 要有一个大的增加 并且今年首次开通 对伊朗的列车 铁路往那运石油 这是个大事儿 再说 大洋彼岸说 就是在今天晚间 他们就要公布一项标准 是迄今为止最严格的 汽车尾气排放的标准 你看看这些东西 对新能源车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你看昨天咱们这新能源车 还有等等这些个锂电池 不也已经 这两天都有点表现吗 那好 再说一个 OpenAI他们表示 说要向报告 这个人工智能漏洞的用户 提供两万美元最高的一个奖金 看到没 这个奖金计划呀 那证明什么 这个是人工智能 要出现一个大的飞跃吗 有可能 要不怎么这么自信呢 漏洞那那么多的话 那一个两万 那不得了 好 再说美财长耶伦说了 说尽管美经济那边 仍然存在下滑的风险 但是 现在表现的是 异常出色 不会向下 你看这种表述出来之后 欧洲那边 开盘了 是个普涨 看大多数都在涨 这不都在涨吗 大洋彼岸那边 美股道指是涨了的 但是它涨完之后呢 尾盘是有一个小回落的动作 但是还涨了0.29 纳指 大家瞧 纳指呢 虽然说给这位置出现一个震荡 但跌的不多 跌了0.43 标普是持平的 那么 这些指数 它们都出现了一个盘中的震荡 跟咱们这也有点相像 你像那边的区块链 涨幅居前 咱们这区块链 不也挺牛吗 我们的中概股啊 虽然涨的不多 金融指数涨了0.19 但是多数个股是上涨的 来 再看原油 81美元附近 黄金 2020 这是美元呢 很高了 那人民币 6.8855 数字倒挺好 但是这也有点 那个 我们希望它降到6.6 那样才好 说说国内的消息方面 央行昨天开展了一个50亿的七天期逆回购 那位说可不多 是啊 但当天呢 有20亿到7啊 实际放水放了30亿 很少 北上资金昨天是净流入26个亿 这可是当时啊 咱们在下跌的时候 跳水的时候 人家是往里冲的 这只是来抄底吗 你像格力 买入净的是6个多亿呢 这不还是那些老东西吗 人家北上资金最关注的 喝酒 吃药和白色家电 这是成长性非常好的东西 再说央行发布了关于 涉容和贷款的数据 三月份新增贷款将近4万亿 同比增加了7千多亿 涉容三月份是5万多亿 咱们同比增加了也是7千多亿 这都是新增的 那都高于预期啊 那一季度呢 存款现在新增了是15万亿 同比增加了4万多亿 一季度的我们贷款增加了10万亿 也是同比增加的 但是这个里头 我们增加这么多 这个速率啊 速度现在有所放缓 那好 再说A股并购 从主现在提数了 今年以来有51家提出了方案 去年80多家呢 那现在刚刚过去一个季度就50多家 能哪些东西到底落地 这个得看 因为这些像产业整合呀 推动了HA叫做新旧动能切换 这个是个关键 尤其是注册制新归来了 那么有一些东西 像老壳啊 过去壳资源 这都不存在了 所以这呢 我们现在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个跌停潮 可能未来这些方面 良币会驱逐弱币 可能退市的会更多 主动退市的 那好 再说三月份 有80家房企 咱们现在融资呢 是600多亿 环比增加了是40%多 但同比可降了30%多 环比是跟上个月比 同比跟去年同期 那比去年同期少了30%多 咱们说怪不得 现在这个房地产呢 还有说这方面 极建呢 现在这个股嘛 起不来呢 缺钱吗 看看这个位置 能不能再增加一些 好 再说农业部组织开展 叫促勤屠宰类的 叫盐规范 提这个促提升 还有保安全 一个三年的行动 目的是什么 管住菜篮子 给我们保供应 就是这个意思 再说沈阳 三孩 本地户口每个月 要给500块钱的补贴 一直补到三收税 这个是听懂力度的 再说我们国家首条 西清东宋 这个管道纳入国家计划 这个大规划 那这个会带来什么样呢 你像以前西气东宋 这是不是带动了一大片产业 还有什么东西电东宋 这是不是也来了 包括这个数据 我们这是正常的吗 什么西数东算 东数西算的 就这些东西吧 所有这些东西 都会给产业带来一定的 亲戚机 那再说同城旅游 现在可说了 五月份 咱们国家的这种 长线的旅游 现在开始井盆 长线的 不是说什么省内游啊 周边游 不是这些 那么出镜游的订单 暴增了五倍 厉害不 再说 一季度超七成的 私募获得了一个正收益 咱指股票方面 七成 但你再看看 首批20家 20支锡金 咱指的是公募基金 他们的产品 一季报出炉了 九成超正常的 超额收益 这个是更厉害的 这是踏踏实实的 那是预报 这个是人家正常出炉 那好 再说一个东风缺腾龙 不是C6降价了吗 降价立竿见仰 以前是降价的时候 大家都在瞅 观望 但是这次没有 这次降价 三月份 销量暴增 单月销量 都超过了去年的全年吗 就这个C6 大家看看 这个东西会不会效仿 那么车企 可能好日子又来了 再说巴菲特 再次减持比亚迪H国 持股比例 从11.13% 降到10.09% 这个是减持比亚迪 那好 说说咱操作 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短线现在面临着 一个调整结束 这不上一轮调整结束了吗 调整结束的时候 现在 便到了一个变盘时间窗口 选择方向的时候到了 重点看好我们手中的股票 我们那个东西 不跌破50线 这种好东西少见了 千万别卖飞 吃股 那么跌破了 就不参与下跌的调整了 要往那种低位 有拐点的地方 往那上去顶 这样来讲 我们既不参与下跌调整 又能跟上新热点 新题材 别被市场边缘化 一旦被市场边缘化 那看着人家赚钱 比自己亏钱还难受 我是股邦 喜欢股邦的加关注 我发视频 你第一时间就能收看到了 朋友们 我们中午收盘见